今天要給大家帶來的是不齊眼女主最新十二卷以及美容店鋪附贈的特點小冊子 順帶一提動畫也將於4月6日推出和第一期動畫一樣的迷之地靈化 難道又是要來賣個福利順便黑一下業界嗎 看完十二卷的當下 我的內心浮出了一句話 終了啦 該怎麼說 就是那種又一個時代即將完結的心情 待之後的GN3和本篇十三卷後 不齊眼女主的故事就真的真的結束了 這次的十二卷 要說是最終卷起始也不為過 硬麗麗 詩宇 以及惠 三位女主角的關係都在本卷得到解答 故事展開完全與我預想的南原北側 和W2不同 不齊眼幾乎沒有在女主角們的家庭環境上升爵 有關惠的家庭背景一概不論 戀愛的波蘭顯得十分平靜 但是我並不認為沒有這樣的劇情 就不能將作品華麗與糾結感給帶出來 最初看到封面與蓋藥公開時 原以為會是相當糟糕的胃痛劇情 但直到拿到書 讓我再次感嘆 沒想到這封面還可以這樣玩 那麼就讓我們來看看十二卷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吧 在C卷尾聲接到一通神秘來電的輪野 神情驟然慌張了起來 來到了醫院的輪野 在那邊看到的是 紅板豬因 因為腦梗塞而被送進醫院的紅板 幸好並沒有嚴重危害到生命 僅僅只是讓他的右手無法自由活動而已 這究竟是偶然還是命運呢? 不!這一切都是玩後的阿易啊! 最喜歡在女主角生日那天這樣搞人欸 雪菜QQ 而事情並沒有這麼簡單 MARUZ除了聯絡輪野外 也聯絡了從Blessing Software 託團的 英莉莉與詩宇 以及害紅板同期 詩宇的折編挺田小姐 這一卷就是講述在紅板倒下後 英莉莉與詩宇的企業出道作 環域邊緣劑陷入了嚴重的危機 同時紅豬企劃面臨沒有人能與MARUZ交涉的故事 如也認為在紅板倒下後 自己是唯一能暫時升任紅板位置的不二人選 於是在沒有與小慧討論的魯莽決斷下 暫時擔當了起紅板豬鷹的替身 與從Blessing Software 託團的兩位天才創作家 時隔一年的重組 三人一起度過如夢幻四月 雨水之歡的三批生活 當然不是啦 而正因為新管理人是兩人都如此熟悉的輪野 加上輪野在這一年裡所磨練的能力下 很漂亮的引導著兩人 在與MARUZ交涉後所訂出的交稿期限前 如期的完工了 不知道各位還記不記得當初第七卷 兩人決定託團時所抱持的決心 以及夾帶而來的胃痛 三人再次重組之際的劇情展開 真的他媽有夠燃啊 當然究竟事與事如何說服英莉莉 接受輪野提出的債主要求 可能就要等到GS3玩戶的解釋了 另一方面 作為支援環域編聯記的代價 輪野除了臨時取消與慧的約會外 也將暫時離開新生Blessing Software 聽聞此次的小慧 克責輪野在決定如此重要之事 又再次沒有和他商量 輪野回答 因為這部作品有成為神作的可能 而且我覺得要讓兩人的商業作完美出道 所以必須要去 小慧則回答 所以你就要拋棄我們的作品 成為神作的可能性嗎 在爭吵的最後 小慧以 抱歉,我和你 不太熟悉了 的痛心話語收場 兩人之間又再次出現了隔閡 面對能和伊莉莉與士宇 兩人再次一同製作遊戲之事 輪野難掩心中的雀躍 但在這份心情之上 卻又感到一絲的寂寞 因為小慧不在身邊了 想起了當年四人共創Blessing Software 一同製作遊戲時的聖景的輪野 決定毫不隱瞞 在協助懷育編年紀這段期間的空檔之餘 都不斷地以郵件的方式 將心中這些情感發送給了小慧 啊等等 我頭好痛啊 這怎麼好像當年某戲對血菜做的事情啊 而當然的 輪野也知曉自己這麼做 沒有理由得到小慧的原諒 然而就在最後一封 網絡告白的郵件寄出的同時 家裡的走廊竟然傳出了收到郵件的音效 覺得事有蹊跷的輪野開門查看 看到的是全區的身體 拿著手機望向自己的小慧 此時輪野才真正的發現到 在重組的Blessing Software上 他最先想到 最可求的人果然還是家成會 兩人手臉底打起了嘴炮 就好像情侶在伴嘴一樣 讓在房門外和輪野約好的 伊莉莉和詩宇看的有點不似滋味 三人再次聚在了輪野的房間 作為協助懷育兵年紀的回報 這次則輪到伊莉莉和詩宇 來幫助Blessing Software 曾經擦肩而過的齒輪 再次旋轉了起來 十二卷的封面 不是誰誰誰得了絕症而相擁而泣 而是伊莉莉與小慧兩人 面對從認識至今 對社團的努力付出 當初背棄而離社 所有所有一切的種種 在這一刻 得到了理解與諒解 在兩位女孩之間的對話裡 究竟有幾分砂糖、幾分香料、幾分毒藥 我並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最後兩人 笑著擁抱在一起的心情 一定是調味料 所無法改變的真實心境 而在後頭欣慰地看著兩人的輪野與詩宇 由四個人所構成的這一溫馨畫面 要是真動畫畫了 想必會讓我哭著死去活來吧 在故事的尾聲 詩人和美之流、出海、遺志等成員們會合 新舊成員們集結在一起 其實我總覺得這邊可以 以全員們一心同體 為了遊戲製作 決定來一場合術活動 作為大團圓收尾 沒想到玩物冷不防的來了個輪野向小灰告白 一切的一切都是這麼的突然 雖然沒有描述到會是否接受了輪野的告白 但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 剩下的十三卷已經確定就是會獻了 伊莉與詩宇也很明顯的已經是放棄追求輪野了 為什麼這麼說呢 當初伊莉之所以會離開輪野 就是因為在輪野身邊所以化不出來 如今時隔一年 面對輪野提出了再組成的要求 除了在詩宇的說服下 伊莉自己的內心 想必也是做好了某種覺悟才對 而詩宇理解輪野心之所向之人 而選擇放棄的畫面 也讓我想起了 Curranado第18話的逆転の悲策 我認為女孩子最可愛的一面 莫過於那種 知道自己已經無望而哭泣的時刻 不管是Curranado的性也好 還是W2的血菜都是如此 我相信GS3鐵定是威翰 GS2一樣讓人哭著看完吧 最後就是玩戶來發糖的小測試啦 如果你玩過白色橡布爾的後日譚 Mini After Story 你就知道玩戶邪奇這種甜到吊搖的劇情 可以說是熟練到不行啊 本次12卷的特點講述的就是 もしも 二人啊 予定通り デートしたら 共猜成了三部曲 分別是虎之鮮的餐廳片 Gamers的電影樂片 以及Melon的百貨公司片 三部串在一起就是完整的約會故事 約會視訊原本應該是先看電影 再逛百貨公司最後才餐廳吃飯 結果因為電影院人太多 最終買到的是晚上的場次 而我手上的這本講述的是 兩人在百貨公司挑衣服 你可以想像一下大概就是 約會大作戰世道和狂善約會時的換衣服場面 小慧試穿了幾件貴死人的衣服 並要倫爺給出評價 過程中可以吸塵到 小慧用像是女友般的口吻 調戲者倫爺 而倫爺也給出了 如果之後遊戲大賣 就來把這些貴死人的衣服 通通給買回家的承諾 總之那種甜度是汗 印尼尼或施雨約會起來 完全不可比擬的高度啊 不過我還是要說 黑絲是沒有人可以取代的 以上就是這次12卷及特點的觀後感分享 那麼《不起眼》系列的相關節目 就真的暫時告一段落啦 下一次見面不是動畫二期短評 就是GN3發售的時候啦 如果喜歡我的節目 歡迎訂閱關注我 對前面兩支節目有興趣的朋友們 可以參考節目下方的連結 我是C狼 我們下集再見囉 將捏